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 今天先给大家聊一个异象 2月8日有网友拍摄视频透露 成都、南京、济南等地出现了大量的鸟漫天飞舞 有点瘆人,那几乎都要撞到车上了 网友就称感到很害怕 因为在土耳其发生大地震的前夕 天空中出现了上百万的黑鸟飞舞盘旋 并组成了各种诡异的图案 似乎是在市井 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2月8日成都大批飞鸟撞树视频 引发了大陆网络关注 一度的登上了百度的热搜榜首 那网民们就担心了这是否是地震前兆 那中共专家宣称了与地震无关 民众纷纷就表示不相信专家所言 嘲讽专家最好别回应 那9日下午呢 百度热搜投榜就出现了成都县飞鸟撞树现象 网友移灾害前兆话题 相关的这个消息显示呢 近期成都网民在当地拍摄到飞鸟撞树的视频 网传视频显示 成都街头冒出大量飞鸟往树上撞 密密麻麻,数量众多 拍摄者不断的惊呼啊好多鸟啊 那视频拍摄者蔡女士接受陆媒采访的时候就透露 视频的拍摄呢是在成都市的双流区 当时这个鸟群都往那个树上撞了 有的都撞到地上来了 视频呢还是她将鸟群吓跑了好多以后才拍摄的 那么此时呢又有中共的专家跳奖出来 不是负责解释的那基本是来负责搞笑的 成都野保专委会秘书长乌家伟表示呢 一种情况啊可能是这棵树上有果实 鸟儿们在此觅食 这位秘书长呢可真是不一般啊 那你要非得说这鸟呢飞得这么猛都撞到地上了 就是为了吃口饭啊 那人家是鸡头白脸吃一顿 他们这是要豁出老命吃一顿的架势啊 他还说啊还有一种可能呢是在黄昏时刻拍摄的 麻雀这些鸟啊大概率是非来睡觉休息的 非来睡个觉用那么大劲吗 非要努力把自己啪哒摔树上摔死啊 人家睡觉是为了休息 那这些鸟睡觉是为了长眠呢 那大家评评理他说的像话不啊 但是他说了不管是哪种情况 这种现象都与地震无关 你可真没白姓屋啊 说话跟个屋狮似的 哪里像个科学家呢 我特地上网去查了鸟类的视觉系统 它们的视觉是相当发达的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知道 那如果鸟类容易一头撞上什么镜子中的物体 那就只有玻璃 透明的玻璃呢 这个反光或反射呀对鸟类来说才是致命的 因为玻璃是透明的 鸟类是无法分辨的 那以为呢是什么都没有 那当这个玻璃反射了树木的影像时啊 鸟类就以为这么逼真一定是树木 于是呢一头撞上去 结果不是撞死了就是撞晕了 但是你要说鸟类呢 非要撞上静止的树木楼房 那不是鸟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驱使 就是这些鸟一起疯了要自杀 对此呢网友们纷纷表示不相信专家的说法 有网友说专家最好别回应 另一位网友也说呀世界上最不可信的就是专家的话 别听专家的快点逃命吧 还有的说呢专家说的你也信提高警惕吧 专家的话不能信 看了网友们的评论呢 我们就放心了 那另外呢2月8日下午好有网友就称啊 在江苏南京高速上发现大量的乌鸦满天飞 根据视频显示呢 南京高速公路上乌鸦成群满天飞 其数量十分庞大 堪比电影特效 看了视频呢真的是有灾难袭来的感觉 而且是黑云丫头一样啊 那些乌鸦好像随时都要撞到车里了 大家知道哈 乌鸦呢是食府的动物 嗅觉十分灵敏 可以发现死去动物的尸体 然后会结伴去着食腐烂的尸体 在民间关于乌鸦的传说都是不好的 认为这是一种不祥之鸟 是厄运的征兆 那此次呢南京出现大量乌鸦在高速路上乱飞 说明了什么呢 有不少网友就说呀 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为何会有大量的乌鸦在乱飞呢 这个视频是让我瞬间想到了 戏曲苛刻的电影《群鸟》真的是害人 那有网友呢在微博发帖说呀 准备刷会抖音睡觉了 结果刷到南京高速上大量鸟在飞 连想到土耳其地震 现在已经不敢睡觉了 那同时在2月8日呢 济南的网友也拍摄到类似的景象 上午7点左右天才刚刚亮 张秋去上空出现大量的飞鸟 漫天飞舞 网友表示是不是鸟儿在示警 就在土耳其大地震发生前 当地网友拍摄到上百万黑鸟 在土耳其某地上空飞舞盘旋 并形成各式的图案 似乎是在向人类示警 一般呢地震发生之前都会有动物 比如猫狗啊鱼类鸟类等 表现的惊慌失措的逃亡 或成群结队的聚集等等异常现象 这次也不例外 那同样是2月8日 在推特上也有视频曝光 在沈阳也拍到了大量密集的漫天飞舞的乌鸦 之前我们频道还讲过东北的燕子 没有南千的意象 大家知道燕子是喜鸟 它们不入仇事类窝 所以要是谁家的屋檐下有燕子坐窝呢 那说明这家人平安无事 或者是很和睦 所以当北方人看到冬天的时候 电线上被冻死的燕子 和窝里被冻死的燕子 都是非常惊奇的 所以这两年的这个鸟啊 也是非常的异常 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想想 因为毕竟动物比我们人类更敏感 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些鸟乱飞乱撞 和这个燕子不南飞的意象 都是如何看待做何感想的呢 反正在我们看来 好 事出反常必有妖 大家把心提起来就对了 千万别不当回事就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个大事 中共官方声称呢 全国疫情已接近尾声了 但据网上曝光的视频显示 大陆COVID-19疫情还没有结束 二次感染或扬康后 突然死亡的病例趋于年轻化 而浙江某地医院感染病人又开始巨增 二月五日有视频显示 在北京宣武医院看病的患者依旧爆满 病人多到难以行走 二月四日呢 北京空军总医院里是人头攒动 病人多到难以挪动 就医的患者太多 医院外面排长龙 二月八日某地某大医院 大量人流正在涌入 二月七日吉林省长城市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感染患者持续增多 视频中人满为患 一名男子惊呼 看几大医院这人呢 二月八日呢 成都华西医院也是患者众多 一处走廊里堆满新采购的病床 我们看看中共政府采购的东西吧 从床到棺材到冰柜到果实袋到炼人炉 都是放人的 哪有一样是救人的 药呢买不到 靠关系和特供 呼吸机和氧气瓶看不到 不够用 反正只要能收人收钱就对了 二月一日呢 在微博上 有来自浙江的网友发帖文说 从昨天开始 医院急诊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人又开始巨增 现在呢 CT市同事又开始大忙碌了 门口都是查肺部CT的人 这两天呢 二次感染的医护人员同事又开始陆续增加 接下来肯定会有重症和死亡病人出现 二月六日呢 有网友发推文说 现在有青壮年杨康后的二次感染复杨去世 其实呢 就是新冠感染没有治愈 并列出案例 比如上海交大58岁的莱西民教授 转阴六天后上班 当天下班后感觉不适 送医后还没来得及抢救就去世了 还有一位37岁男子 他杨康后约朋友去打羽毛球 但打一绝后体力不支 肺部疼痛 120急救车还没到医院 人就离世了 更有网友爆料说 他有一个朋友的儿子刚刚30岁 年前养过感觉恢复正常了 二月五日突然死在车上 留下两岁的孩子 类似这些悲惨的事件 目前来看呢 已经是越来越多了 那有上海民众对大纪元说 现在政府不谈疫情 有意让老百姓稀里糊涂的 实际病亡者仍是很多 而第一波疫情高峰刚过 挣扎在后遗症中的民众 开始为第二波疫情做准备 大量囤要 日前呢 爆童的女儿爆检发推文说 北京的医院护工需求量锐减 已知护工找不着活 原因是北京的很多老人都去世了 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保姆护工等需求还是非常大的市场 尤其是大城市 他们找不着工作 闻所未闻 这应该是近期中国大城市的一个现象吧 说明了这波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 绝对不会是官方宣称的不足十万人 其实这次疫情以后呢 我身边的朋友就有症状非常奇怪的 我也是非常的担心 我朋友养过以后呢 只要一动就一身汗 而且还抑郁了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看不到什么希望了 觉得什么都没意思 更有甚者呢 还失忆了 不能说完全失忆吧 但是明显的记忆力减退是非常的厉害 所以这波疫情和这波疫情过后的后遗症呢 以及新的一波疫情 请每位身在中国大陆的朋友都要小心 不要掉以轻心 命是自己的 谁告诉你要小心生命 就好好听听吧 谁告诉你啥事没有了 那就细细想想吧 小心使得万年船 毕竟命就一条 至于如何能在这变幻莫测意向频出的时刻 留得青山赞 我们之前的节目呢 也已经反反复复的跟大家提过了 选择权在自己的手里 怎么选怎么做 就看您自己了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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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